同样也是个文电人的消息 不过这次的技术创作者 是在中纪外科丹林医生的红丁面 跟在家美学的老师太太林肥敏 他们女儿母两个人 是跟这30年的路由和生活过程 透过黏语和卫度的方式 展现向她自己的生活美感 生活美学老师林肥敏和她的婚姻 也是中纪的医生红丁面 都很爱的技术 乐透到理性 两个人幽立世界百岸国 从理性力定的感动 和生活当中的美感经验 透过汇液和立业 兴现出来 推广了几十年的生活美学教育 我非常鼓励我们亲爱的朋友 在你工作的时候像蚂蚁 但是玩的时候要像蝴蝶一样 你如果不能常常去旅行的话 要常常去远逐 不能常常去远逐的话 要常常去散步 我觉得常常动一动的话 你的整个身体 你里外外都会比较快乐 林肥宾的油游和王室 黏雅作品连点 在过21个步 将在起立道书馆开幕 希望有更多人 做回来分享 跟我的先生黄德明医师 一起展出的是 我们的主题叫天涯竹梦 我想全世界现在194个国家里面 有很多不一样的风貌 这一次的主题 也是跟大自然做一个结合 我一辈子只画两种素材 一个是花 花是我的女儿 一个风景是我儿子 我这次带我的小朋友 出来跟大家见面 每一个人都在他人生跑道上 都一直很希望 跑出一个美丽的曲线 我想我们互相鼓励 在今年的秋天 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 生活美学上的结合 林肥宾的爸爸 李正义情突然感过心 老下六十几笔 行为林肥宾 继续为多的动力 也因为思念大家 命来面有分这个日子 因此为了当中 听现很多那天 分率的警示 特地民众用心感受 这份文件 大中华新闻 达文西中华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